他們這一場的一個選舉 就讓我看起來好像是一個鬥爭的工具 就是說我用世代交替來去鬥調原來那個舊的 所以這次的心肺大戰 事實上在地方聽起來 其實會覺得徐曉青會比較太over 就是 太殘忍了 那你PO完文之後 他10分鐘之後就PO文回你了 是不是表示他時時刻刻盯著你 你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 他從2020就開始盯著我 我沒有辦法像他每天24小時 或者是12個小時一直盯著他的手機 盯著他的這個臉書 或盯著他的一個社群 他們講我會不會認為那個太浪費我的生命 我覺得我的生命應該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 事實上薪水小通是他的標籤不是我的標籤 因為他之前就是常常每天就在上爭論節目 爭論節目是下午錄影然後晚上播出 那下午的時間他在哪裡 所以那時候大家找了以後發現說 那你又去領通告費 然後你現在又要領一元的薪水 所以你現在才擠他薪水小偷吧 你以前在有沒有遇過在職場心燒了嗎 有 他怎麼心燒了你 大概都是企有些企業或民眾吧 我覺得政治人物到我還好 因為有時候就會故意揉揉你的肩 揉揉你的腰啊 甚至有時候就會靠你很近啊 甚至就會有一些比較 我覺得比較over的一些動作 比較常的一將 不停在二人 你要當一身的靜蓋 會不會再世界一半 你已經把它打開了